近日郑爽参加追光把哥哥录制路透曝光 郑爽马甲背心搭配各温班群 配上半筒马丁靴 在人群中非常亮眼 网报张翰正好也要参加此节目 两人十年后手同框还要一起录制节目 引发网友不少争议 不过张翰方立马屁咬了此传闻 张翰官方后援会表示 近日张翰并没有参加任何舞台类综艺 还特意用感叹号强调望周知 似乎急于撇清于郑爽的关系 在避之不及唯恐引火上升的回应 引发不少网友感慨 也有网友调侃 或许又是郑爽方的一次炒作 这一次张翰方的否认 似乎很怕和郑爽持上关系 也让人感慨 毕竟两人分开那么多年了 就算一起上同一个综艺 网友也不会多想 不过郑爽粉丝对于郑爽过度维护 对于何郑爽绯闻另一半总是过于苛责 也能理解张翰粉丝 害怕张翰无故被骂 急于撇清的回应 两人应该是真的没有火花了 希望双方能找到各自的幸福吧